如果真的 拜登已經這樣講了嗎 他剛剛講說已經講過三次了 那大家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他一定不是口誤 那有人就認為 這背後是不是有所謂 算好的大計畫 那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 我們聽漢廷說 以前我們就說 美方有一派講法 就是要刻意犧牲台灣 引起兩岸的衝突 然後來拖垮大陸 復興的局面 然後從而維持美國的霸權 就不讓他做好完全的準備了 等到他準備好他就來不及了這樣 那美國他可以做武力的干涉 他也可以不做武力干涉 武力干涉有各方各面 我們現在我們就假設 假設說他完全都不管 他完全不會出動任何的出兵 他也不會發射任何的飛彈 他也不會發射任何武器 他不主動他都交給別人 他就販賣 他就提供武器 那可是他可以什麼 他可以有制裁 這個制裁不單單是說 沒收全方面的中國大陸的 在海外的資產 不是 我們光從2021年 全球的總GDP是94兆美元 那美國所能夠 或美國所能夠控制的國家 大約佔了56兆 就佔全球總GDP大約六成 所以美國所能夠控制的所有的GDP 大約佔全世界六成 美國要的呢 就是要把中國大陸 從這六成滾出去 那其實他們自己也差很多耶 對 那美國要做的 就是在全球所有的經濟體當中 中美你就要選邊站隊 好 第一個當然是 比如說東盟 對吧 那美國在東盟 畢竟是還有駐軍和軍事基地的 比如說菲律賓跟新加坡 那美國他就可以用武力 來脅迫東盟 你要不要站隊 對吧 就跟像俄羅斯一樣嘛 你要不要站隊去支持俄羅斯 那再來呢 那東盟呢 他的對中國大陸市場 算是很大 大約佔了兩成 可是呢 你說單算美國的話不多 可是如果你加上美國加歐盟的市場 那就會比單純對大陸的市場 還要來的大 那再第三 美國呢 也會用自己的影響力 去重新進行產業鏈的佈局 然後讓東盟呢 去瓜分大陸的產業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你看這個什麼中低端的產業 全部都讓利啊 什麼的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 又有壓迫 又有利誘 那東盟怎麼辦呢 但如果一看 哎呀 這個戰爭局勢進展的 也不是很順利 也不是很快啊 很可能呢 哎 馬上就從挺大陸轉成中立 再從中立呢 轉了 不好意思 就只能夠支持美國了 那當然要看未來 就是大陸的施加的影響力啊 或者是什麼的 所以如果說啊 這個兩岸發生了戰爭 美國呢 基本上他是完全不會 干涉大陸的統一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統一了 就算統一了 哎 大陸雖然統一了 可是如果大陸在整個的經濟 它被排除在國際分工之外 那對大陸的經濟還是很傷 是 對吧 就是它的這種什麼 內部的 對外的貿易 即便它有很大的內需市場啦 但是在外部如果真的全部砍斷 貿易的部分全部砍斷的話 那是很大力的影響 因為大陸對外貿易 大概佔GDP的三成啊 那如果說這三成 你不要說砍到三成 砍掉兩成 這基本上這也是少了 非常大的一塊經濟病 然後這也是上百萬個 可能就業的機會啦 這對經濟是非常嚴重的衝擊 所以呢就算那個樣子的統一 對大陸來說 大概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你說對美國來看呢 對美國有沒有損失呢 那當然是有一些損失啊 因為它如果不跟大陸 做貿易的話當然有損失 但是如果能夠讓 孤立大陸於全球體系之外呢 那顯然的大陸的損失 比美國的損失更大 而且在戰事的投入上 美國其實沒有付出到太多 對吧 那肯定是大陸 對戰爭的投入會比較大 因為美國它一樣 它可以號召 歐盟你也捐點錢啊 其他國人也捐點錢啊 軍事分攤上 就跟這一次俄羅斯是一樣的 俄羅斯一個國家 要對抗北約所有的國家 那就單純從經濟的帳面來看 就是付出資源到戰爭這件事情上 那當然的 中國大陸跟美國加北約 的這些國家 可能大陸不見得會自己那麼有利 就是它跟你對賭了啦 像現在俄羅斯講說 我不是在跟烏克蘭打仗 我是在跟整個北約打仗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呢 你看在美國 這就是美國的盤算啊 你看就算要捅啊 你們捅啊 反正我只要拖垮大陸就好啦 這是美國真心盤算 那有沒有在意所謂 臺灣人的性命 沒有啦 哪有這種事情呢 就跟你看蔡英文 有在意臺灣人的性命嗎 自己的國家自己舊 那美國人是這樣講的啊 蔡英文哪有在意臺灣人的性命呢 當然是沒有啦 所以當然大陸要怎麼樣 去應對這個問題呢 就如果單純從所謂的 臺海問題來做思考 來去做這種博弈啊 你看 美國的最下策 美國的最下策就是和平統一 不對 應該這樣講 就如果美國啥都不做 如果美國什麼都不做 它也可以讓自己勝利 為什麼 因為大陸輸了它就勝利 美國它就刻意製造戰爭啊 什麼的 那當然也有人會講說 哎呀不對啦 美國不會刻意製造戰爭啦 美國是怎麼樣 它要繼續打臺灣牌啊 因為如果真的 把這張臺灣牌用掉了之後 那它就沒辦法打啦 對吧 也有人會這麼說 但是我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呢 因為牌本來就是要打到最後一刻 就是說在這段期間能利用的狀態 它當然就會持續利用 但等到不能利用跟必要的時刻 那當然這張牌就丟出去了啊 就是臺灣牌永遠都收不回來 就好像烏克蘭也是一樣啊 這個炸彈引爆就是引爆啦 美國不會後悔說 哎呀如果烏克蘭這個東西 繼續在的話 它還可以繼續罵俄羅斯罵十年 那不會 它當然是這個事情 引爆了就引爆了 引爆了然後當下我就把它玩到底這樣 對 就把它玩到底 就是把俄羅斯的實力消耗到最弱 那對美國跟大陸也是一樣嘛 臺灣問題一旦引爆 那就是這個燒大陸 那美國就盡量的能拖就拖 拖到大陸就是拖到最後一刻 全方位的來進行各種的制裁 所以呢對美國來說 對大陸而言 它現在最重要當然就不是單純來看 臺灣的問題或兩岸的問題 它當然是要解決的是 跟美國之間的紛爭啊 跟美國之間的問題 那尤其怎麼樣呢 就是我認為大陸最主要 你看為什麼它現在 也要到索羅門群島 它也要大陸的 也要去開始到處去交朋友 就是要去破壞 就是打擊美國的威信 要打擊美國的各種的能力 你說錯錯它銳器 大概這個意思是 不僅錯錯銳器 要實際上錯傷它的實力 你看如果大陸 我都可以跟索羅門群島 搞軍事協議了 而且索羅門群島 以前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由澳洲直接派軍隊 威和軍隊 到他們索羅門群島這邊 來駐守的 而且你看大陸 跟中東關係當然也很好 尤其前不久呢 是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 然後去中東轉了一圈 這不是外交部長 是國防部長 然後也跟有一些國家說 要有一些軍事上的合作 那這個就讓美國更加不能接受 如果說大陸跟中東 因為中東也早前跟俄羅斯好 那俄羅斯如果快要不行了 那中東國家就跟大陸好 那如果中東國家都跟大陸好 那美國不能接受 因為石油什麼的 對美國影響很大 那如果大陸真的都跟中東國家 有一種軍事上的合作的話 那美國這個霸權就撐不住了 美國的自信就撐不住了 那怎麼辦呢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你美國不行了 所以呢 這個叫做預設 以下是預設 所以美國希望大陸儘快武統台灣 為什麼 這樣才可以拖垮大陸實力 要加速它那個進程就是 因為大陸現在其實 就對岸的政府的發言來講 看起來目前是還沒有類似的動作 或者是類似的發言 他們基本上都還是維持現狀嘛 對 不急嘛 而且大陸很清楚知道 就重點對手在美國啦 重點對手不在民進黨 那民進黨小咖 民進黨是我們這種咖的對手 我們來負責打擊民進黨 那大陸呢 就負責這個打擊美國 那美國是希望儘快 那可是對大陸來說呢 大陸當然是希望能夠有 自己的一套戰略布局 自己的一套步驟 可是如果 就如果 如果被美國逼得要動手 就是不斷的被挑釁被挑釁被挑釁 對 挑到最後那個紅線踩下去 就假設說美國主動承認 台灣是國家嘛 或民進黨主動這樣搞嘛 像我就先前不是預言嗎 我說美國萬一哪天主動承認 結果那天白宮不就刪了那個文章 那個其實就是一種挑釁 跟往前邁進 那假設美國又再度往前 就是假設大陸要被逼得動手 那麼大陸其實會希望 就是美軍一定要介入 你看這個是不是有點反常理 你看大陸不是應該希望 美軍不介入嗎 不對 對大陸應該要希望美軍會介入 為啥呢 因為一定要打贏 就乾脆如果真要打的話 他就要挑老大打 對 只有打贏了 那幹嘛呢 中國大陸才能夠出一口氣 才能夠扶貧四移 扶貧四移啊 然後用移這個字 什麼意思你看 如果 你看美軍為什麼現在就是這個遲遲 還有一些威望還能夠存在 就像他以前打贏啊 但他以前基本上都是收割 就是割到尾的事情啊 一戰二戰他都做割到尾的事情啊 好 那到現在你看他 他也不敢去這個 你看他出兵哪邊 然後哪邊就是死傷一片 就是他自己也死傷一片 然後反正拖了十年二十年 然後事情也沒解決 阿富汗啊伊拉克啊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兩岸必有一戰 那大陸一定會希望 那美國一定要出兵 然後呢要狠狠地教訓一下美國 為什麼 這樣子才可以把美國徹底的趕出去 而且如果美國打輸了 請問日本韓國東盟 還會成為美國的附庸嗎 這就跟那個我們看那種 電影的時候就講 就是老大一定要挑老大打 老大不會去跟小弟打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是不是 對啊 如果這個美國打輸了 或者呢是大陸可以提前 把美國的這些軍事基礎 趕出去 那美元的這個基礎就不動搖了 美國的實際上的基礎就動搖了 如果這個這一戰 台海之戰 大陸打贏了 而且呢是跟著美國打贏了 那以後什麼日本韓國東南亞的小弟 那還會聽美國 當然不聽啊 當然就是為大陸馬首是瞻啊 所以如果有這一戰 那大陸當然是希望都能夠 是在準備好的情況之下 是要作戰 那麼這一戰呢 這其實就是這個大陸外交部 所回應美國的那一首歌曲 對我昨天看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馬上就問說 欸漢婷你會唱嗎 我們都知道漢婷很會唱歌 那他講什麼 因為其實呢 在這一次 這個拜登又再一次的提到說 嗯他們不排除 會有所謂的介入軍事行動的時候 大陸的外交部 他們也是有回應的 好大陸外交部的回應就是 他們奉勸美方 聽一聽中國一首快智人口的老歌 歌中唱到 朋友來了有好久 若是那豺狼來了 迎接他的有獵槍 這是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的回應 希望美國能夠好好的思考一下 要唱了嗎 是不是要唱一下 要唱一下嗎 要唱一下嗎 因為我昨天在跳的時候說 這是什麼歌啊 然後汪文斌安婷就說 我會 我說好好好 那你明天唱一下 好好好 那我們就來唱一下唱一下 嗯嗯嗯嗯 清喉嚨是不是 對清一下喉嚨 不是啊那個確診之後 還沒有認真唱過歌 真的假的 來試試看 起個音 一條大河 波浪寬 風吹大花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管了少工的耗子 看管了船上的白帆 還沒唱到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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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聽很久 沒聽到 它中間有副歌 它其實是在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好 好山好山好水 好地方 跳跳大路都寬敞 朋友來了 朋友來了 有好久 若是那彩郎來了 迎接他的 有列強 哦 是這麼一件事情 對 好 那這首歌 其實 這首歌叫我的祖國 對 網路上 Justin Jin 已經告訴我 這首歌叫我的祖國 還說哇 你連我的祖國都會唱讚讚讚 這樣子 以前很愛聽紅歌 好我個人是 我承認 我真的是我聽到 我忘命講的時候 我沒有聽過這首歌 好那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問漢婷 然後後來我去查一下 OK 所以這首歌是 可能在大陸基本上 大家都會唱的歌是嗎 對啊 就是被網友叫做第二國歌 哦叫第二國歌 OK好 所以他用這樣子的一個話語 講說 豺狼來的 迎接他的有列強 這話直接講的 蠻直接的啦 很直接 而且 很清晰一懂 這首歌 歌詞就是這個樣子嘛 就朋友來了有好久嘛 豺狼來了有列強 我們當然就是 對好朋友 我們就給他好東西 壞人來了 那我們當然就是這個 就是要來懲罰他 跟制裁他 所以就端看 那美國對大陸 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你如果對大陸是 刻刻氣氣交往 我們當然就是以理相待 那你如果是豺狼 那我們當然相對應的 就是列強 其實在幾年之前呢 然後我在一個 那個台海青年論壇 我也講了這個話 真的對於說 大陸給台灣的 兩岸交流的一些建議 應該要這個樣子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是比較支持 九二共識的台灣人 大陸那就應該結成歡迎 那如果是台獨分子 大陸就不要歡迎 結果不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對很多支持 台獨分子他一樣歡迎 這個政策真的是有毛病 那這樣的話 那誰要支持九二共識 誰要支持統一呢 陽性銀行 在台灣鼓吹台獨的 結果你看跑去大陸做生意 三例鼓吹台獨的 跑去大陸做生意 民視跑去大陸做生意 自由時報 跑去大陸做生意 那在台灣 誰要支持九二共識 大家就繼續罵國民黨啊 繼續罵大陸啊 都可以到大陸賺錢 所以這個政策啊 一定要改 但是呢 大陸大概有自己的一盤棋啊 所以你看EKFA也不斷 那怎麼辦呢 那民進黨跟台灣人 有什麼會覺得兩岸關係很重要呢 好 這是額外一題 我們剛剛講的這首歌 這首歌呢 其實後面這個歌詞 因為我現在網路上看的歌詞 跟我印象的歌詞不一樣 真的啊 對 我印象中的歌詞 就是前面那兩句講完啊 就是迎接他的有獵槍啊 他後面接的應該叫做 這是和平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就前面 前面應該是說 這是強大的祖國啊 然後就是他的歌詞 每段不一樣 那我印象當中 就是若是那豺狼來了 迎接他的有獵槍 後面應該接的是 這是和平的祖國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這歌詞寫得真棒 什麼意思呢 你看 哎 豺狼來了 有獵槍 你才有和平 哦 還有回到他原本的那個推測 有沒有發現 和平是怎麼來的 和平就是你只有透過獵槍 就是你只有把敵人都幹掉 你才有和平 和平不是嘴巴上喊一喊 就有和平了 沒有沒有沒有 和平就一定是要透過一些 軍事上的行動 才能夠保衛和平的 所以呢 這個你看大陸啊 如果呢是想要真正的維持到 世界和平的話 就是美國這個 只要他是豺狼的一天 就絕對不能夠懈怠 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要時時的保持警戒 戒慎恐懼 他如果是美國 如果是朋友 我們大家就開心做生意 對吧 這叫做各美其美 那如果你是豺狼 那怎麼辦 不好意思 那就是只能夠拿出獵槍了 那現在如果獵槍還沒準備好 那我們就時時刻刻 都在準備獵槍 不是 那個叫做事無有以待之嗎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嚴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呢現在 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D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